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充满传奇和战争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有许多英雄豪杰 他们的诗迹被后人广为流传 也成为了文学和艺术的灵感源泉 其中刘北、关羽、张飞三兄弟 是三国故事中最为人熟知的角色之一 他们桃源结义,共同抗敌 被誉为忠义之事 然而在他们的一生中 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谜团 比如张飞在建安五年消失了八个月 他到底去了哪里 他是怎样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的 他又是如何重新与刘北关羽相见的 这些问题直到八年后的当阳长板之战 才揭开了真相 建安五年 刘北因为参与了董城一带肇事 而遭到曹操的追杀 他带领关羽、张飞等人逃离徐州 杀死了徐州刺史车咒 并想投奔袁绍 然而 在途中 他们遇到了曹操的大军 刘北和张飞分开逃跑 关羽则被曹操所情 刘北在逃亡中失去了妻子和儿子 并且与张飞失去了联系 他最终投靠了袁绍 并与其结为兄弟 张飞则是在逃亡中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夏侯渊 夏侯渊是曹操的足弟 也是曹操麾下的名将之一 他曾经在关渡之战中大败袁绍 并在赤壁之战中率领精锐部队追击刘北 然而 在这次追击中 他却没有杀死张飞 而是将其收留 并与其结为殷亲 原来 夏侯渊有一个妹妹 名叫夏侯氏 她是一个美貌聪慧的女子 曾经被曹操赐给吕布为妾 但是吕布并不喜欢她 而是偏爱貂产 后来吕布被曹操所杀 夏侯氏也被曹操收回 夏侯渊得知此事后 十分愤怒 便将妹妹接回自己的营寨 并打算为她寻找一个合适的夫婿 当张飞进入夏侯渊的营寨时 她就看到了夏侯氏 她一眼就被她的美貌所吸引 并且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夏侯氏虽然对张飞有些敬畏和抵触 但也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个英勇善战 忠义无双的男子 她渐渐地被张飞的真诚和热情所打动 并且对她产生了好感 夏侯渊看到了他们之间的情愫 也没有阻拦 而是默默地祝福他们 她认为张飞是一个有才能有志气的人 虽然是敌国之人 但也是自己的敬佩之事 她还希望通过这门亲事 能够缓和曹操和刘备之间的矛盾 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 于是 在建安五年的八月 张飞和夏侯氏在夏侯渊的主持下 正式成为了夫妻 他们在夏侯渊的营寨里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不再理会外界的纷争和战乱 张飞也暂时放下了 对刘备和关羽的思念 专心地陪伴着自己的妻子 他们相互扶持 相互照顾 相互教导 张飞教夏侯氏骑马射箭 夏侯氏叫张飞读书诗字 他们还经常一起游览山水 欣赏风景 他们的爱情 被后人称为三国时期最美的爱情故事 然而 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建安六年 袁绍和曹操在关渡展开了决战 刘备作为袁绍的盟友 也参与了这场战争 然而 袁绍大败于曹操 刘备也被曹操所围困 在危急关头 关羽从曹营逃出 回到了刘备身边 并帮助他突围 刘备和关羽一路南下 最后投靠了荆州木刘表 并与其结为兄弟 当张飞得知刘备和关羽的消息后 他十分激动和感动 他决定离开夏侯院的营寨 去寻找自己的兄弟 他向夏侯氏告别 并承诺会尽快回来 夏侯氏虽然舍不得张飞离去 但也理解他的心情 并祝福他一路平安 他还将自己所生的女儿 交给张飞带走 并取名为张星才 他希望这个女儿 能够成为张飞和刘备之间的纽带 也能够让张飞想起自己 张飞带着女儿和几个亲信 顺着汗水而下 一路寻找刘备和关羽的踪迹 在江陵附近 他终于遇到了刘备和关羽 并与他们相认相拥 三兄弟重逢后 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并相互诉说了这些年来的遭遇和感受 刘备和关羽 见到张飞带来了一个女儿 并听说了他与夏侯氏的爱情故事 都感到十分惊讶和欣喜 他们认为张飞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而且还结交了一个有才华有胆识的姻亲 张飞和夏侯氏的爱情故事 虽然美好 但也十分凄惨 他们只有短短的八个月的相处时间 就被战争和命运所分开 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也没有再次通信 夏侯氏一直在夏侯渊的营寨里 等待张飞的归来 但是张飞却没有回来 他只能通过女儿张行才 来寄托自己的思念和爱意 他还为女儿取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 希望他能够像星星一样 在黑暗中闪耀 给人带来希望和光明 张飞也一直牵挂着夏侯氏 但是他却不能回去 他作为刘备的异敌 必须随刘备征战四方 为了实现大汉复兴的梦想而奋斗 他也不能与夏侯氏联系 因为他们是敌对的两国之人 如果被曹操知道 必然会招来杀身之祸 他只能将夏侯氏放在心中 默默地祈祷他能够平安幸福 八年后的奸安十三年 刘备和曹操在当阳长坂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这场战争中 张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在当阳桥上一声怒吼 下退了曹操十万大军 并为刘备和关羽撤退赢得了时间 然而在这场战争中 他也遇到了自己的殷亲夏侯渊 夏侯渊作为曹操的先锋 率领精锐部队追击刘备 在追击中 他与张飞正面相遇 并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斗 这场决斗 是张飞和夏侯渊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他们都知道对方是自己的敬佩之事 也是自己的亲人 但是他们却不能相忍相谈 只能相互厮杀 最终 在一次交锋中 张飞用杖扒蛇帽 刺穿了夏侯渊的咽喉 将其斩杀 当他看到夏侯渊到底身亡时 他不禁流下了热泪 并对着天空大声呼喊 夏侯渊 你是我殷勤 你是我妻子的哥哥 你为什么要与我为敌 你为什么要让我杀你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么痛苦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么想念你妹妹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妹妹 这声呼喊震动了天地 感动了众人 所有听到这声呼喊的人 都为之动容和哀叹 他们都感受到了张飞和夏侯渊之间的真挚爱情 也感受到了张飞和夏侯渊之间的无奈悲哀 他们都为这对恋人和这对殷亲祈祷 并希望他们能够在天堂里相见相拥 这就是张飞在建安五年消失的八个月里 被谁藏起来了的答案 这是一个关于爱情和战争的故事 也是一个关于忠义和悲剧的故事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铭记和传颂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订阅